什麼名字呢 既然都出來了 那我就說是 因為我已經改名了一段時間 剛好十八歲就改的 因為之前 家人都很想幫我改名 就是大概小學的時候 但是小學的時候 我爸爸給了幾個人名字 他就給我選 但我一個名字 我都不喜歡 所以 我最後都沒有改 例如改黃靈芝 黃奕熙 類似這樣的 我記得有兩個名字 但靈芝不是吃得那種靈芝 是 誰是靈 靈剩靈 企隱邊的 企隱邊加個靈 知呢 知 知不知 應該是草花桃的那個字 草花桃的那個字 就是靈芝 什麼是熙呢 熙熙是精神熙熙的熙 熙是 不是這個熙 不是哪個熙呢 熙 好像是 希望那個熙 希望那個熙 還是有日子的那個熙 就是這樣 你都不喜歡 但我都不喜歡 那這個是你自己改的 那當然不是 我沒有 我沒有那麼有文采 然後 也是幫我改名 師傅改的 因為家人覺得 既然他幫我改了這個名 不如就看看可不可以幫我改這個名 因為他們始終都是很久之前 就已經想幫我改名 然後就轉變改了這個名 那你其實改了多久的名 只是這兩個 即是黃佳 黃佳恩 黃佳恩之後就變成黃龍戲 沒錯 黃佳恩就變成黃 龍戲 火字變加一個龍 一條龍的龍 然後戲也是嚴明戲的戲 是不是 會不會給你 事譜一點 嗯 其實我也覺得 改名不是全部 因為 怎樣說好呢 沒有可能改了一個名 就會 如逸中天 如逸中天的意思是甚麼 很厲害 對 如逸中天 你有職用 所以 所以我覺得任何東西 都需要去 輔助一下 改了名 其實我也沒有參考一些玄學上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改名可能只不過是一個心理的作用 還有其實我本身都覺得 黃佳恩這個名字用得不錯 好好的 但是家人因為想改的原因 就順便趁18歲改身份證的時候 一次過搞了 那就不用太麻煩了 就是這樣 沒錯 所以我覺得改名並不是全部 但是 你可能尋求一個心理上的安慰 或者是你的家人想你去改一改 好聽些 或者是怎樣都好 但是最主要 都是你自己 大家自己的人生 自己決定 那你為甚麼要改呢 就是因為家人想改 就是因為家人想改